为了让农村社区或部落可以自主规划推广行销农村的体验旅游 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县政府27号特别举办了花莲农村好散步辅导及行销计划系列课程 邀请到国内的旅游业者实际和农村伙伴分享国内旅游市场的趋势和发展 把握即将到来的五配券还有农邮券的消费热潮 要推广花莲县农村体验旅游 花莲县政府农发处长吴夫人表示 现在许中会非常重视花莲县内农村社区以及部落 能够自主规划与推广行销农村体验旅程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花莲县政府在27号上午9点在吉安乡农会办理花莲县农村好散步辅导以及行销计划的系列课程 邀请国内旅游业者实际与农村伙伴分享国内旅游市场趋势发展 把握即将到来的五配券和农游券的消费热潮 推广县内农村体验旅程 我们吉安乡它是曾经获選为退休老人家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那表示我们的好山好水是受到大家青睐的 那吉安乡有县府跟公所努力的两坛自行车步道 有青山县有青海县的 青山县有我们的百年大眷 那青海县有我们太平洋 所以整个吉安乡来讲 它的休息的地点非常非常的多 那有百年的静修院 也有我们吉安乡公所最近经营的浩克艺术村 它有很多的人文展示的契机在里面 那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吉安有四宝 那四宝呢有我们吉安米 龙须菜白头韭菜跟芋头 那现在正是我们吉安芋头的产季 那吉安芋头也是我们整个全国的五塌产区之一 那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百年大眷在灌溉培养 所以我们吉安的芋头 它的质地不输大甲的 它非常的香Q柔软 所以也希望说来吉安游玩的这些游客 可以食在地吃当季 那吉安农会呢 也一直希望说朝休息农业区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也积极的跟我们所有的农民在沟通 希望说我们可以成立休息专区 然后可以让我们吉安乡的农村的最佳的农村产品 来推出款行销出去 吉安农会总干事当哲义表示 吉安地区是台湾四大芋头产出之一 农会目前除了有贩售初级的芋头制品之外 还有研发在地米所制成的米香 以及玉冰结合的冰淇淋点心 深受小朋友们喜爱 除此之外本区由于服务员平坦 休闲农场众多 由种植香草积入的可食地景花园 还有美丽的莲花池 游客可以每一拍打卡 非常适合休闲观光旅游的推广发展 未来也会将成立吉安休闲农业区 欢迎民众一同来吉安好散步 记得小语 见相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